不得不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混乱了 从比较少人关注的苏丹内战,野门内战,缅甸内战 再到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依然无法结束 还有已经缠斗超过一年的宜巴冲突,也是无法结束 如今战况还延伸到黎巴嫩去 相信伊朗将会是下一个加入战围的国家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见血见肉的战争之外 还有另一场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战争已经在进行中了 那就是贸易战 新一轮的全球贸易战已经越演越烈了 拥有主角光环的中国当然又成为了焦点 中国经济地迷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它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经济放缓的迹象更加明显 最近的人造牛市的回调,更是史诗极端 一大群韭菜被套得牢牢的 不少人已经在墙内网路上靠别靠步了 风劝这些韭菜们,先别把眼泪哭干 下个礼拜回来后,可能会更惨 更糟糕的是,这一次有不少新手,新股民,年轻股民被那个网红怂恿冲进股市 很多还是00后,他们在这里贷款,那里刷卡,几万几十万的丢进中国股市 如今他们都亏得脸轻轻的 但是呢,他们还可以大放厥词,说什么大不了不还钱 00后要整顿中国股市和金融什么的 哇,如果这些韭菜级别的年轻股民都选择这么做的话 中国的金融恐怕又要迎来另一波危机了 中共最该解决的三大问题 债务,房地产,经济 他却选择了搞股市 如今这样一搞之后,大把的钱花出去了 一切依旧,什么问题都好像没有解决到 当那些贷款冲进股市的韭菜 当他们的还款日期来临后 中国的经济恐怕只会雪上加霜 无论如何呢 为了应对国内经济的疲软局面 中共在过去启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制造业刺激政策 希望通过扩大工业生产,降低出口成本 大幅津贴企业 以及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来稳定经济增长 效果不是没有了 中国的低成本高效率生产模式 进一步巩固它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但同时也在蚕食全球市场的份额 对一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环境造成严重冲击 其中一个遭受严重影响的国家 就是我的邻国 泰国 这问题我在过去一直想要找机会讲一讲 可是呢 时机总是不对啊 趁这一期节目 我简单讲一讲泰国的情况吧 泰国制造业出现大面积的倒闭潮现象 根据统计显示 从2023年年初至2024年的第一季 泰国共有1700家工厂倒闭 只是今年首五个月 就有接近500家工厂倒闭了 平均每个月倒闭近百家工厂 失业人数以万计 泰国制造业出现大面积的倒闭潮 就是和中国制造业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竞争力 让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说白了就是中国里面超级内卷 然后呢 中国政府又给出高额津贴补贴 让中国的企业和产品可以和外国竞争 实际案例啊 可以参考我之前讨论过的中国高铁如何被迫退出保加利亚的竞标 泰国的制造业主要是依赖出口 但是呢 中国的低廉产品让泰国制造失去了优势 在电子产品 仿制品和汽车领部件等等的领域 泰国的中小型制造企业 基本上无法和中国制造的低成本高效率模式相抗衡 打币潮便因此大面积发生了 当然泰国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很大压力的国家 整个东南亚甚至是全球国家的制造业企业 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压力 例如在美国一家名为Cubic PV的初创公司 这公司是专门做归晶圆的 这是太阳能电池板中的一种高科技组建 2022年拜登颁布气候立法 以及几十亿美金的免税和政府贷款 Cubic PV市值14亿美金在德州建设晶圆厂 在那之后 中国的归晶圆产量翻了一番 产量远远超过自身需求 产能过剩的晶圆 当然是卖出国了 难道留住炒菜吗 大量向海外倾销的结果就是 归晶圆的价格暴跌70% Cubic PV不得不暂停它的建厂计划 也遣散了工程师和其他员工 理由是 中国产能过剩导致市场扭曲 远在智利的铁矿石开采商和钢铁制造商CAP 也被大量廉价的中国金属冲击 最后不得不关闭在智利中部的大型钢厂 尽管智利政府提高中国钢条和其他进口产品的关税 但是还是无法和廉价中国金属竞争 同样的,这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曾经讨论过了 还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的案例 还有美国在今年早些时候提高了对中国钢铝、电动车、太阳能电池等等产品的关税 土耳其提高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印度调查中国的颜料和化学品 日本调查电机产品 英国调查挖掘机和生物材有的进口 阿根廷和越南调查中国的微波炉和锋利发电塔 就连巴铁、巴基斯坦也提高对中国文具和橡胶的关税 当然,还有欧盟 这场贸易战,欧盟怎么可以缺席呢 欧盟近期宣布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关税 对于配合调查的公司 它的关税基准水平为21% 这将叠加在欧盟现有的10%关税之上 例如上汽集团的额外关税 最高可达38.1% 欧盟这样做是要保护欧洲本土的汽车产业 避免他们受到中国车企扩张的威胁 虽然目的是要保护欧洲本土的汽车产业 但是部分欧洲车企的反应是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反对 例如大众汽车 大众汽车反对的原因很简单 它非常依赖中国的市场 大众汽车在中国有重要的生产基地 只是中国就贡献了它全球销量的33% 如果欧盟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话 中国将采取报复性措施 最后遭殃的将会是它在中国的利润 嘿呀 这一个大众汽车也未免太过小人之心了 中共从来以雍容大度 慷慨解囊 乐善好施 高益博云 浮为济贫的形象 而闻名天下的 怎么可能会对欧盟采取报复性措施呢 在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 中国立即宣布对欧盟乳制品 猪肉 白兰地 等等的产品展开反补贴调查 不是说中国不可以报复了 但是呢 中国对欧盟的贸易是顺差的 也就是说 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 在2023年 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远超过进口 顺差达到接近3000亿欧元 也就是说 是人家给钱你赚的 是人家有份贡献给你的经济的 你对人家采取报复性措施 提升贸易战 削弱的可是你中国的出口优势 你到底是想要改善经济 还是想令经济雪上加霜呢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电动车产能已经超过4000万辆了 而在中国国内的销量只有2200万辆 如此巨大的产能差距 中国只能通过向国外出口 来弥补这缺口 中国如此flood the market 将会对欧洲那些百年车企 构成最直接的威胁 并导致数以万计的相关从业员被裁员 欧盟为了自保 完全有理由去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所以呢 那些反对欧盟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欧洲车企 其实也只是做个样子而已了 他们根本无法左右欧盟相关的做法 因为欧盟内部对保护汽车产业的诉求 非常强烈 欧洲车企必须做个样子反对一下 以避免自己在中国市场 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 但没差了 大方的中国政府必要时还是会拿你来除气的 坦白说了 不是说我要帮中国说话 尽管中国的扩张策略在全球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战 但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经济战争 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 中国的内需消化不了它那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加上习近平认为 美国式的消费经济模式是浪费资源的 因此推动出口 成为了中国保持经济稳定的唯一途径 与此同时 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也意识到中国必须拥有一条自给自主的工业供应链 以应对西方的制裁 例如半导体、电动车、绿色能源等等 这些都是习近平希望中国可以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领域 中国这样做对全球市场造成严重冲击 形成中国冲击2.0 这不仅加剧许多国家的经济压力 还激发起更广泛的保护主义情绪 所以刚才我说到的那一堆国家 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展开反倾销调查什么的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总不能钱让你赚完 我的人民失业 我的企业倒闭吧 问题是 欧盟乃至全世界 和中国打贸易战有效吗 短期内是有效的 这些关税和贸易壁垒 可以减缓中国对他们市场的冲击 借着提高中国商品的成本 也的确可以保护本土企业 但长期来说呢 就未必有效咯 尤其是中国这种可以无限压榨 剥削工人的国家 你叫我关税 我就再压低工资成本什么的 再加上政府补贴 也许过没多久 中国又可以通过更低的生产成本 继续占据市场 中国也可以加强和亚非拉等等的新兴市场的联系 绕过西方国家的制裁和鼓励 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 而西方国家也会重构他们的全球供应链 例如转移到印度、东南亚、墨西哥等等的国家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那谁是这一场贸易战最后的赢家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 我回答不上来 但如果我们只看问题的根本 也就是钱 也许这问题就有答案了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东亚、大洋、洲 那几个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总量 占了全球GDP的六成左右 而中国只占不到两成 贸易战主要玩的就是钱 也许早些时候国力巅峰的中国还可以一打十 但是呢 如今中国的财政捉襟见肘 而且赚的钱主要还是来自这些发达国家 中国还有能力一打十 和全世界打贸易战吗 什么都类似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国家族